那你怎樣幫客人做這個情缸呢 我就跟客人說 你是不是很喜歡這個男人 客人跟我說是 真的很喜歡,想跟他復合 這次我建議一個情缸 這個情缸就不是普通一個墳場情缸 是需要本人親自去泰國的 但是我跟他說 如果你想再激進一點 你可能就要第一件事 你拍摸絲體先 嘩,玩得那麼激 其實我們平時情缸 需要大家雙方的名字、照片、出身的東西 還有用過的衣物是沒有洗過的 是… 頭髮或者指甲 但是這次這個情缸 是需要大家的分地物 最難過的關不是這件事 是要我親自帶來泰國 你要躺在屍體旁邊做 不,我的天 但為什麼一定要是屍體 因為他想能量再強一點 我想問問師傅 是否就是這個 我想看 因為我不敢看 對呀,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其實在左手面這裡 其實是個案的一種 右手面那張就不是的 是一個正法的感情法師 它是躺在哪裡 這個是屍體 我想知道屍體是真是人屍 其實是人屍的 這個是類似的 只不過可能當時那一刻 我就不方便拍照 就躺在這裡旁邊 右手邊左手邊 屍體已經變了骨 其實不是的 可以找一條紳屍 這一個說得對是要拿一條紳屍 最理想是煮一些怨氣的屍體 剛剛是新鮮滾熱 怎麼睡到誰最怨氣 對 真的死都在皺眉頭 對,大家要去看怎樣死 好 還有有時要看星期幾死 星期幾死 我想問問要睡多久 其實是那晚 睡一晚 但有人陪伴嗎?很厲害 是不是有你? 我在旁邊 很害怕… 幫忙拍照 但過程也挺害怕 師傅,你也有點害怕 我們習慣了 對 說起也有點… 你在這裡壓到牆鏡 你在這裡才肯退去 你叫她一個人 我倒她一定會 但你… 我感覺到Susica會肯睡 睡甚麼?我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應該馬上拋手了 不行,我真的很害怕 我超害怕 其實是害怕的 因為我們到時… 在那一刻 杜杜真的睡的時間 她是想縮的 不是,因為… 而且你不知道是風還是甚麼 你總是疑神疑鬼 總是覺得她動感 總是覺得默默 我們還在做愛情節目嗎 很害怕 很害怕 像是靈異節目嗎 會說甚麼 最初我問她 是否可以是否願意 我事主跟我說 是可以的 因為她的決心很大 當天我們飛到泰國 試問一般泰國人 她在這裡之後 就會拿去廟裡準備火化 剛好就是那天 剛好有個新鮮滾熱的屍體過來 她的家人就帶了一條屍體 上來火化 剛好我們又碰到她 就馬上問她 不如這樣可不可以 這條屍體 我們就用來做一些法科事 還有就是問主持 是否可以 可以了 問她怎樣死 各方面 原來今天來的女屍 就是之前被人奸殺 哇 這些真是好 對 要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我們跟我們女士主說 這一條屍體就算是怨氣態 她也有少許打擊 因為一想起 她跟她睡一晚 睡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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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很危險 對 其實她不用付出代價嗎 其實要的 第一件事 我們又跟死者的家人說 是 接下來的身後事 我們會承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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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去埋葬各方面 我們叫白金 去幫她忙 同時我們也會做一些功德 是為了屍體 是 好之後 我們最重要是跟我的客人 女士主說 你怕不怕 她不只是躺在這裡 躺在期間 是要手牽手 要手牽手 很冷 師傅你有手 要手牽手 其實她也掙扎了一個小時 其實那個女士主的血心是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大 你能否接受到 我看看有多愛的人 真的嗎 看有多愛的人 真的嗎 當然要想 如果你有時候會 我覺得你馬上跳下去 對 因為要看看你能否執著 如果不執著的話 我就不去 如果夠執著的話 我會睡十個也會睡 但過程也挺害怕 這個儀式是開燈還是關燈做的 其實是關燈的 那不行 我寧願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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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廟裡的 蠟燭 蠟燭可以 那次就在廟裡 在墳化爐旁 我有聽過在森林嗎 有些是 其實不同類型 對 那時候真的很討厭他 很討厭他 那時候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吸引靈發真 我每晚在睡前 就不停在心裡 又或者直接開口說 是 很想誰死 很想他死 很想他死 不停說 趕到自己睡著 你現在沒什麼事了 我們不會得罪高 所以我覺得 我很理解那個人的感受 那師傅 事主的最後結局是怎樣 那時候我也會問那個女事主 我說最近怎樣 你跟之前的前度男朋友 怎樣 他又覺得男朋友 是有一點點不同了 第一 一件事很明顯的 他很累 平時很樂觀很開心 突然間好像很沉陷 經常見他的氣色不太好 他的樣子好像不太精神 但是一件事就 讓他覺得 就是他比之前更愛他 有得有實 沒錯 同時他又跟我說 也試試問過男朋友 他覺得我有沒有變化 有沒有漂亮 怎麼樣 那我男朋友就跟他說 其實在這段時間 覺得我的女事主 是漂亮了很多 像另一個人 其實應該是整容 因為他… 師傅要找我 為什麼 這樣說 男事主看到一個 就是叫女師的樣子 是嗎 好 好 我知道你說這一定很深刻 很好 我剛才也有這樣想過 因為他也不是真的看不到 他那個形化出來 不是他本身的樣子 沒錯 但如果他這樣 他這個狀態要保持多久 我沒有可能很愛他 他一直都很累 其實就是看你做的過程 完了之後 看你怎樣去保持 降頭的情感 不是我永久的 在那段時間 你就看你怎樣 再維繫那段感情 其實也要靠自己的力量 沒錯 其實好像吃藥 我下去降頭 那些效力會慢慢消退 沒錯 沒錯 其實也要改變自己的想法 是 但是這個女事主 就跟我說 就說雖然這段感情 也算是挽回到 很開心 但事隔幾個月 三個月後 不想再跟這個男人一起 原因就是說 想放下 是 很好 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最後他自己是 心態上有所轉變 其實呢 剛才師傅你說了整個故事 真的很精彩 聽到很精彩 無管動 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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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